第五名 再來第五名要登場的 同樣也是讓人聞知色變 它是鯊魚 不過這邊真正列在第五名的是公牛鯊 另外一個數據是大白鯊 大白鯊的數據相對弱了一些 咬合力是9068 還不及真正要講的第五名 公牛鯊 再來No.7是老虎 而其中真正的第七名是東北虎 它有另外一種老虎是孟加拉虎 咬合力孟加拉虎是1025磅 東北虎是1100磅 東北虎又稱作西伯利亞虎 這個名詞我相信應該就有很多人聽過了 它是世界上現存體重最大的肉食性貓科動物 雄性體長可以達到3.1米 比剛講到的獅子還要更長了一些些 重量差不多在350公斤左右 之前墨鏡哥一直好奇一個問題就是 獅子跟老虎打架起來到底誰會贏呢? 獅子稱作萬獸之王 老虎稱作叢林之王 到底兩個王劍王誰可以笑到最後? 看這個資料比較下來 應該是老虎 因為老虎不僅 體型更大 力量更強 速度更快 咬合力也更高 獅子各方面都略遜一籌 再加上老虎基本上是獨居生活的動物 單獨獵捕各個他看中的對象 而獅子主要依靠的是群體作戰 所以如果在單兵作戰的情況下 老虎基本上可能是會更強一些的 另外老虎它的前掌是所有貓科動物中最大的 熊的老虎它的手掌寬度大概是在10.5-11.5公分之間 並且老虎的肩部力量更強 所以在揮下去的時候 哇這麼大面積巴中對方 然後這個尺寸量又更大 這誰遇到他誰倒楣啊 再來老虎它骨頭密度明顯比試更大更強 所以可以說明老虎它的骨質結構更加的結實 可以更加的去對抗這些打擊 或者是給變造成更強的傷害 不過這邊看到的都是帳面上的數據 實際上到底誰更強 古羅馬時代人們就對這方面產生好奇 他們在競技場裡面做了10次的對戰 然後以7比3的戰盡搖搖領先獅子 不過古羅馬時代那麽久以前 到底真實知道是如何 其實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我們要講不是有何力 講太多了 下一名 天啊 欸不對不對 回來 關於老虎還有非常重要的要講 就是在世界上 整個世界上 野生的西伯利亞湖 就是東北湖 它的數量差不多只有366頭到406頭之間 是地球上排名第二的冰尾老虎 他們的七夕地被破壞 還有被倒裂 他們的數量已經非常非常的少了 所以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再去買什麼 真虎皮什麼東東的那些 從這些老虎上拿來的這些非常不好的產品 大家一起去抵制這樣的行為 給各位一個數據 我們都知道北京熊現在生活的非常不好 比台灣人還慘 但是儘管他們的生存面臨巨大的考驗 他們的數量還是有在2萬頭左右 而這西伯利亞湖 最少竟然只剩下366頭 真的快要滅絕了 希望大家能夠重視這個部分 再來第六名 欸同樣也是貓科動物 而且它是所有貓科動物裡面最強的 不過我在這邊指的最強的是指它的咬合力 第六名就是 美洲豹 美洲豹是美洲最大的貓科動物 體型雖然說要刺魚的老虎跟獅子 它是第三名 不過它的咬合力卻是所有貓科動物裡面最強 可能它這麼強的咬合力 跟它天生的獵捕習性有所相關 不斷地因為這樣的獵捕方式 演化、演化、演化 到時候它變得這麼強 它們一般在獵捕的時候 會直接從獵物的兩個耳朵之間的頭骨部分 直接給它啃下去 並且把它啃碎、咬穿 直接給獵物的腦部致命一擊 那像一般它獵捕的動物 有魚類、樹懶、水豚、鹿、刺鼠、野豬、巨型蛇魚、食蟻獸 一般的猴類、淡水龜、鱷魚等等 鱷魚是它的獵物 各位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有多恐怖了 在這個強大咬合力之下 一般的烏龜也無法抵抗 直接被咬穿 各位你們想像吧 龜殼這麼厚實可以被咬穿 真的非常暴力 那同樣的美洲豹也敵不過人類的侵害 77T的減少 人類的捕殺 造成它們的數量非常大幅的減少 給各位個資料 1968年到1970年 兩年之間 就有31,105張美洲豹的豹皮 被運送到美國各大城市販賣 兩年就有31,000頭美洲豹被扒皮 這真是一件非常讓人心痛的一個數據 那同樣的 它也被列為了 淨為物種 狀況呢 比東北虎還好一些 不過也非常的不優啊 希望大家同樣可以重視這些 稀有動物的保育 欸?我剛有講到美洲豹它的咬合力有多強嗎? 欸如果沒有的話 這邊補充 是1250磅 足足比東北虎高了150磅 再來第五名要登場的 同樣也是讓人聞之色變 它是 鯊魚 不過這邊真正列在第五名的是 公牛鯊 另外一個數據是 大白鯊 大白鯊的數據相對弱了一些 咬合力是 906磅 還不及真正要講的 第五名 公牛鯊 公牛鯊的化石發現 最早竟然可以追溯到4億年前 代表他們在4億年前就已經有意義在大海中了 真正的比現在還活著的其他鯊魚 造了一一年 天啊 它這個命到底怎麼那麼硬 厲害 它公的公牛鯊 他們的長度可以到達2.1米長和90公斤重 不過特別是 他們的磁性體積重量都更大 以磁性來看的話 磁的公牛鯊可以達到3.5米長 重量可以達到230公斤重 那這樣的體型跟重量 配上他們驚人的咬合力 完成了這個完美的殺戮機器 公牛鯊的咬合力數據是1300磅 在海中同樣是扮演食物鏈頂端的位置 那不曉得各位會好奇 公牛鯊為什麼叫公牛鯊呢 則是因為他們的體型非常的厚實 再來他那種不可預測的攻擊性 都跟公牛很像 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公牛鯊 這公牛鯊其實嚴格來說 是比大白鯊還要更危險的 實際上有很多的鯊魚攻擊人事件 都說是大白鯊幹的 但其實貝利里真正最常去攻擊人類的 而且是跟人類棲息環境最重疊的 就是公牛鯊 為什麼說它的棲息力跟人類最重疊呢 這是因為一般的鯊魚都在海裡面 是在鹹水海域裡面生活的 而這個公牛鯊有一個非常恐怖的特性 牠們的尾巴附近有一個特殊的內臟 可以儲存鹽分 那公牛鯊還有特化的腎臟 能夠循環利用他們身體裡面的鹽分 好嘍,尾巴附近的特殊內臟儲存鹽分 再來他們的腎臟循環利用鹽分 所以使了公牛鯊几乎能够居住在淡水的水域里面一段时间 能够在淡水里面生存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呢? 告诉你可以严重了 人类基本上最常活动的水域都在淡水 就像是一般的湖啊一般的河啊一般的沙滩这样子 这样子就造成了人类常初步的地方都有机会遇到鲨鱼 再加上这种公牛鯊非常容易蹊跷动不动就攻击人 所以基本上它是全世界最危险对人类最有威胁的鲨鱼 而大白鲨通常都是在帮它背黑锅而已 那再来更恐怖的一点是在 基本上世界各地的温暖沿海河流地区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它们像刚刚讲到的狮子老虎豹 基本上都在美洲非洲 这鲨鱼是在全世界各地的温暖沿海河流地区都可以看到 所以它给人类带来的风险是更不可预测的 这鲨鱼恐怖的地方不只在于它们的血盆大口 看到它们张开这样子真的觉得好像掉进地狱一样 另外更恐怖的一点是它们的裂捕能力非常的强 针鱼者的裂捕能力是指它们的嗅觉 告诉各位它们可以在10万公升的水里面 闻到一滴血的味道 各位10万公升是什么概念呢 166667瓶 600cc的宝特瓶的容量通通倒在一起 就是这样的一个容量 那你一滴血滴进去 它都可以闻到 然后呢它在根据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追踪到数公里以外的这个猎物 所以在它游荡的这个海域内呢 几公里范围之内它都可以找到猎物 再来恐怖的地方还有 基本上它们什么都吃 沉浸的人们在它们的外面发现了牛跟狗 还有人甚至是河马的猎物 再后发现鳄鱼也是它的猎物之一 那最最最最夸张的是人类曾经在他们的胃里面 发现过汽车号码牌 天啊这家伙真的是疯了 真的什么都啃 它是啃下了一辆汽车是不是啊 还是他觉得这个号码牌形状像巧克力刻下去呢 不过庆幸的是 公牛沙并不喜欢彻底的把人类给咬死 大多数呢牛沙在遇到人类的时候呢 只是啃上一口然后就离开了 不过经而如此 科学家也是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鲨鱼 遇到呢真的要小心 那怎样子小心呢 这边提供两个方法 一个是如果你身上有血汁或者是你有伤口 不要下水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下水的时候呢 不要佩戴会闪耀的装饰品 这样子就可以减少鲨鱼攻击你的机会 再来讲到的No.4 呃这个生物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意外 它是非洲大陆上面 一个看起来非常猥琐的生物 叫做 班猎狗 而其实整个猎狗类呢都很强 先讲排行最弱的中猎狗 咬合力是1000磅 欸光中猎狗就跟狮子打平咯 再来是 狗猎狗 这个狗呢 听起来有点奇怪 但它是密布的那一个 那狗猎狗咬合力是 1014磅 那班猎狗又多强 是 1326磅 虽然说他们的体型完全输给了其他的猫科动物 像是老虎狮子豹 它们看起来更小之一些 但是咬合力却是最强的 为什么莫竟会把它拿去跟其他的猫科动作比较呢 这是因为它们的分类上其实更接近于林猫科 简单讲就是接近猫科 所以说它们的名字有狗字 但其实分类上是更接近于猫的哦 怎么样各位是不是开了眼界呢 那关于这个班猎狗呢 有非常好玩的一点值得讲 就是呢 如果以外观上面去看 你会以为 母狗是公狗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生殖部位非常的奇怪 母的生殖部位呢 看起来非常像是一根大棒棒 所以会让很多人以为 哎呦那是一只公的 那接下来就不详细说下去了 怕这个出问题 所以我们就简单太过有兴趣的自己去查 那班猎狗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它跟狮子完全不同 彻底相反 怎么说 狮子是公的最上面 地位最高 那母狮呢就是地位最低 但是班猎狗他们的阶级社会当中呢 母的所有母的地位都是最高的 那公的所有公的全部都是渣 爬在地板上 给我好好的舔我的手 舔我的脚 舔干净我的身上的毛 最后呢 公的就是只能插鞋这样一个非常卑微的社会地位 甚至呢社会地位最高的公的猎狗 他们的地位呢还是低于在那个群体当中 地位最低的母的猎狗 完全是一个母系社会 听到这边不晓得各位女观众会不会心里面舒服一些呢 呵呵呵呵 总算有一个生物替我们出了一口气 臭男人 那公猎狗有几个非常强的特性 就是他们的耐力非常非常的强 他们可以以时速接近60公里50多公里左右 持续跑上3到6公里之长 他们一般在猎狗的时候呢 是大概好几只联合在一起 然后呢一直追逐 一直追逐 一直追逐一个群体 就算是他们在猎狗斑马 或者是角马这些其他的大型部落动物的时候呢 他们会一直跑 追着他们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对方经皮力结为之 这时候当对方体力衰弱的时候呢 他们就一群崩溶而上 把他给啃爆 另外他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消化系统 真的太夸张 一般情况下 他们可以将整个猎狐的 皮啊骨头啊肉啊 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消化干净 一般我们这些杂食性动物 肉食性动物 骨头部分呢 是很不好处理的 但他们的胃呢 可以将它给彻底给消化掉 虽然他们的消化系统呢 也是整个生物界的非常顶端位置 同时也是属于非洲猎食者中 最能够利用这些猎狐 它所提供能量的一个物种 像刚刚讲到的 他们的咬合力是1300磅 这样的咬合力呢 他们可以轻易的咬碎他们的猎物 就像是斑马脚马 这些大型哺乳类动物的骨头 他们可以轻松的把他们的骨头给啃爆 非常厉害 这样的咬合力呢 是地球表面上 食肉哺乳类动物中最强的 各位听清楚的是 食肉哺乳类动物哦 为什么温家特别强到这一点呢 因为接下来讲到的其他几名啊 是地球表面上的 不过分类不太一样啊 再补充一个蛮有趣的点 关于他们的大便 他们的大便呢 常常看起来会像是 白色的而且很硬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消化系统 实在是太强了 常常他们就是整个动物 直接给它啃光 一干二净这样子 那像是他们平常常啃的 有马这样子的大型动物嘛 那里面有很多的骨头 所以因为啃下来非常多骨头 那骨头里面有钙 所以他们在小话的时候呢 大便就会因为这些钙 所以看起来硬硬的 而且白色的 非常特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